口罩令的松绑今天早上呢 王必胜指挥官终于是提到了 口罩令的松绑最快是有机会 在11月的时候就能够实施 那目前相关的细节专家 都还在讨论当中 但是呢主要可以确定的是 会分阶段来执行 第一阶段的话包括是这个 一般在户外口罩都可以拿下来 但是在一些特定的大型集会场所 或是选举照式演唱会的场合 都是必须要戴上口罩 那大家也好奇说 接下来的阶段会是怎么样来进行 来听一下刚刚记者会上的说明 我想这些都是一些可能性 那第二阶段如果 因为我们现在只是在讨论第一阶段 那第二阶段我们也是去看看 别的国家是在如果是 正面表列的时候是哪些场所要 那我们初步想到 当然像医院 长照的这个住宿中心 那密闭的这个大众交通运输工具之类的 那或者是说大型的室内的集会 这些都是还是可能会变成正面表列 需要戴口罩的地方 不过就像我刚刚所讲 这第二阶段的我们先暂时不谈 因为怕去混淆了 我们现在第一阶段都还没有决定 我们就讨论第二阶段 到时候民众就说 到底现在 是什么样的规定 那其实这个 我们的防疫措施一直在松绑 那一直在变化 所以有很多民众其实 有时候也搞不到清楚状况 所以我们指挥中心的职责 就是把他定好之后 那一二再三的去宣导 至于未来第二阶段的这个初步规划 王毕生也提到说 会改为正面表列 应该要佩戴口罩的场所 有可能像是一些医疗长照场所 密闭的大众交通工具 这些地点都是需要戴上 那其他地点不需要强制戴 那但是因为怕民众会有混淆的状况 所以现在都只会将进行第一阶段的讨论 第二阶段的后续状况 还需要慢慢的再继续讨论细节当中 那另外就是针对这个快塞 免费发放的扩大对象 王毕生也提到说 主要会先将这个前面说明的两类对象 包括是低收中低收入户跟低收入户 大概是有六十几万人 另外针对十二岁以下的儿童 来免费发放快塞